今天节目一开板 咱们先来发出一个征集令 这个礼拜天是咱们大海热线的生日 1月23号开播17年了 我估计有不少老铁 真是看着咱们节目长大的 那您就赶紧分享一下咱们之间的感情 用手机横屏路上一段祝福 或者心里话给咱们发过来 扫码家会员就能发视频了 让大伙都听听您的祝福 换个话题 三哥 经常干外面跑 我就发现了 只要堵车 你是啥好新闻都拍不着啊 你看这到底还是年轻 你换个角度看 这堵车本身也可能是好新闻的 这不前两天在丹东的街头 一群外卖小哥就把路给堵上了 注意安全 见过外卖小哥着急送单的 没见过一群外卖小哥一起跑 现在外卖界都这么内卷了吗 当时应该是9点30分到9点40分之间嘛 然后我们开个早回 做完安全线脑了以后 然后我就看到前面 集散大街路口前面着火了 旁边有车已经受切连了 1月14日上午 丹东市振兴区老天祥附近 一辆三轮车突然开始猫烟 不到一分钟 三轮车就变成了一团火球 然后当时就喊我们骑手过去帮忙去灭火 然后我们领导就喊我们回去站点拿灭火器 不幸中的万幸 起火点附近有一处外卖休息站 当时一位外卖小哥发现三轮车火势起来后 立刻冲回去喊人 从站里拿出灭火器前往救援 其他小哥得知有三轮车起火后 也拿着灭火器前往进行铺救 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 成功将火势扑灭 消防车没来之前 我们灭火器就陆续往那拿 然后我们站点平时就有灭火器 有十多个将近二十个灭火器 然后平时我们站点领导 也做消防安全的一个宣导 然后消防队的监督员 也平常也经常回来给我们做培训 所以这遇到事情的时候 我们是有底气往上上 巧的是 在附近开展街前消防检查的 元宝区消防救援大队的防火监督员 也闻讯赶到了现场 与公安民警一到 开始疏散人群并组织救援 正好路过这个灭火 当时看到那个烟非常浓 我就火候同时就把车停到了刀边 下车之后就看见 每条小哥还有热气群众 在拿灭火器在灭火 我当时和一个民警 就把那个围观群众和过往的车辆进行出赛 几分钟后 石伟路消防救援站的消防车到达现场 对起火车辆进行了处置 整个过程无人远伤亡